你好 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来聊聊彭帅这件事 中国政府会不会接招 另外在天津网球界 李瑞环当时最早喜欢打网球 一会咱们再聊聊 还有中国的各级官员的性资源 咱们也可以一块说说 那么先说彭帅这件事 是今天WTA 世界女子网球协会发了一个声明 他说恢复在中国的比赛 需要解决彭帅的问题 他公开指责一名中国政府的高层领导人 对他性侵是一种勇敢的行为 那么就像我们对待 全球任何其他运动员一样 我们呼吁适当的权威机构 对指控进行正式的调查 同时让WTA有机会 与彭帅私下见面讨论他的状况 我们仍然坚持我们的立场 而且我们依然惦记着彭帅 WTA为解决问题仍在继续努力 虽然我们一直表示 希望重新在中国举办WTA赛事 但我们不会为此 在涉及我们协会的原则问题上 做出让步 这是WTA 就是他的这个声明的意思 就是在中国如果继续进行 世界女网协会的各种比赛 必须要先把彭帅的这个性签案解决 就这么个意思 而且呢 他在声明当中也提到 就是我们现在也得到 有关彭帅目前生活安全 还舒适的这些消息 但是呢 我们还没有机会和他进行 正式的私下的见面 就是不要有人干扰我们 我们要私下跟彭帅去接洽 我们要了解他现在的状况 他有没有被控制啊 他有没有人身自由啊 他的心理问题是不是正常啊 那么WTA把这件事呢 又推到这个公众面前 咱们就聊聊中国政府会不会接招 因为呢 已经一年多了 他是2021年的11月4号 发的一个微博 当时引起全球的轰动 可以说啊 而且呢 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也有外媒的记者在问 在问这些问题 外交部呢 也把这些问题回绝了 说这不是外交问题啊 不回答 那么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中国政府做了很多的动作 这些动作来看 当时呢 就很快 中国政府就已经有了一个判断 和一个决定 就先把这件事情的影响力降低 先做了这么一件事 就是通过彭帅的见面露面出镜 用了一些什么体育经纪公司的经理人的推特账号啊 就是我们私下里朋友关系啊 我们在吃饭呢 我们在公共场所见面呢 拍照片啊 发视频呢 在推特上发 大量的人帮他转 就给外界一种 这个给外界来放了一些信号啊 你们来看 彭帅没事啊 他他他他他没有问题 然后但是呢 当时的外媒的记者和国际的这些体育界都在盯着 甚至于呢 有很多写 Where is 彭帅啊 在找啊 彭帅在哪儿 引起很大的影响 那么中国政府呢 就通过正式的办法 他们一定受到压力了 中国政府受到压力 所以才会用国家澳委会的主席啊 巴赫啊 出来跟彭帅来个视频见面 包括在北京又见面 那期间呢 包括连胡锡进啊 上蹿下跳 也出来在社交媒体上 里里外外 外边推特 国内微博来回的在在这跟着一块洗地啊 也干了不少活 包括姚明啊 都都蹿出来 当时呢 还搞了一个活动 把姚明弄到彭帅弄到上海啊 搞了一个好像体育明星的一个商业活动 专门量身定做的这么一个活动 让新加坡联合早报还找了个外媒啊 新加坡联合早报跟中共关系不错 新加坡联合早报还是比较温和的 所以用他来去采访这个彭帅 彭帅说我我我我我没有被控制啊 我也没说有性心啊 所以他那种回答呢 就一定是被打压了啊 而且有很多的照片 就是他当时跟这个录视频的时候 从镜子里反光啊 看的那就是 公安人员在旁边站着盯着他 让他说啥就在说啥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那么现在来看呢 这件事现在啊 到现在为止 中国的态度应该已经明确了 就把彭帅这件事情呢 列为一个乌龙事件 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所以呢 你看张高丽的两次露面啊 这件事之后的两次露面 没有任何的影响 也在二十大坐在第一排啊 也是郑国级领导的这个待遇啊 这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老江啊 追导会他也出席了 也露面了 所以通过这两场 他公开亮相的 参与公开活动的这个亮相来看 中共呢 把他的问题呢 没有拿到桌面上来 因为他的任何的 如果这个张高丽不出来露面 反而外界有更多的解读和猜测 所以中共让他出来露面啊 但是我我觉得张高丽呢 是及时的直学表现的不错 老习满意 把这件事呢 就给放在一边了 那么最惨的是彭帅啊 彭帅是我觉得就第一个呢 他今后永远不可能出国了啊 就是不会让他再出境了 第二一个呢 可能会给他一些私下里的待遇啊 一些一些待遇保障啊 就是养你到到死吧啊 就是政府出钱给你个什么什么什么 级别的待遇就完了啊 但是不允许他出境 不允许他公共露面啊 不允许出国 这是绝对是不允许的 但是有人猜测会不会杀人灭口 我觉得不会 因为如果这个中共胆敢杀人灭口的话 这影响力更大啊 因为你本身背着这么一个性侵的事件 你没有解决 然后彭帅就被灭口了 那你这个影响力更大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把彭帅搁在一边摁住啊 不许冷冻他冷藏他 让他退役 不许在公共场合露面了 然后给他一个什么待遇就完了啊 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到现在 那么今天WTA出来捅出来 我觉得中国政府不会有任何的回应啊 我宁可放弃你这个 全世界WTA在中国的比赛 我也不回应你这件事了 我不搭理你了 我就把这个项目给放弃了 实际上呢 那WTA呢 他只是在中国的赛事不再举办了 但是中国籍的运动员 还可以参加世界女网的各种各样子 在世界各个级别的比赛是可以 他没有禁止中国籍运动员啊 所以呢 这个WTA做的这事呢 是针对于中国政府 那么中国政府呢 我就宁可放弃 其实对中国政府来说就是一个体育比赛项目在中国搞 那我就不搞了就完了 我不做了 当然会影响中国的呃 女网这些人才梯队 以及现在很多专业运动员的运动前生涯运动前途会有影响的 那中共绝对能放弃的啊 那么咱们来说说这事儿 这件事情当时发生了 一直到现在 最关键的一个人不是张高丽 也不是彭帅 是习近平啊 是老习的态度是最关键 首先你要知道啊 在中共的这个官场上啊 尤其像他这种正国级 副国级的这种级别的官员 没有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和经济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被拿下 没有完全都是政治斗争啊 一定都是派系斗争 政治问题政治斗争的失败一方 一定都是这个原因 你看历史上 从文革后期的王江张瑶啊 整治四人帮 一直到后来的花国锋的下台 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台 周永康进监狱 这些通通都是政治斗争的失败一方 没有任何因为经济问题 个人作风问题 把你弄下去的 没有啊 中共没有这先例 那些事儿都不叫事儿啊 在这个党的面前 那些都不叫事儿啊 所以第一他没有先例 第二一个呢 就是老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首先取决于张高丽的态度 我相信这件事情 张高丽表现得非常快啊 张高丽你想他能爬到郑国级 这个人不是一般的角色 他是有脑子 有有有有智慧的 2006年网上传的最多 就2006年这个老江啊 去泰山 那日他已经退休了 到泰山去登山登高 然后呢 这个张高丽弄了个滑杆 弄一帮队伍把那泰山都给封锁了 封山封了两天 陪着老江自己在后的屁 后的屁点屁点跟着 老江坐在那个滑杆上 躺椅上大不大样的 上了南天门了 他在后头屁点屁点跟着 所以他会办事 他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做什么事 就像我说的 中共这个官场上 领导的私事 永远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是主要你要去办的 老江说了 我去去排泰山 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 就能把泰山封了 一切事搁一边 我得先爬 先陪老同志 陪老江同志去登山 这件事 是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所以人家这个思路 就是对的 再有一个 这件事发生之后 张高丽一定第一时间 给习近平教了三页东西 第一个忏悔书 或者叫投名状 就是忏悔书 写的痛哭流泣 各种情感都在里边了 我这也做错了 那也做错了 我一切都是我的问题 接受党中央的统一的调查 审查 我接受组织一切处理 我面对一切法律后果 拿出一种特别诚恳的态度 这是必须要有的 第一个要做到 第二个呢 就是要上交利益 就是他身边有的 比如他的子女 身边的工作人员 做生意的一些利益 和老习有一些瓜葛的一些东西 能不能够把这些利益主动的交出去 这是一个经济上的利益 就比如老习身边有他的马鞭做生意的 这一块他市场 这一块他市场 老习比如说他原来的老部下 现在做一个什么生意 那么跟张高丽的那个亲信正有冲突 张高丽把这块利益割舍出去 这给您 再有一个最关键的 张高丽能够及时上交的 我相信他上交了一大批政治情报 政治线索 这是老习喜欢要的 就是你原来当常委的时候 你原来跟老江 你们跟江派那一派 你们有什么活动线索 有什么事 有什么东西我想知道的 那么我相信张高丽就及时上交这三样东西 这就属于把自己的投名状 忏悔书 还有小辫子主动交上去 还有我身边知道别人的小辫子 对您政治有用的 今后您能作为政治打击其他人的这些储备工具 我都通通交给您 这都属于您今后打击政治对象的储备工具 我都交上去 老习一看这态度还行 那我可以考虑考虑 而且老习呢 这么把这件事情就放在一边 就当没发生过一样的 有几大好处 对习近平来说 第一个呢 就是他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稳住这帮老同志 这些老同志 你别以为光是张高丽一个人 那些老同志三公六院的少不了 这些小姑娘的事多了 所以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 告诉那些老头子 没事 你们该玩玩你们的 跟你们没关系 坐住了 你们玩的开心点 跟你们没关系 这事我不管 我不抓 没事 你看这不高丽同志 对我已经认错了 所以咱们就不提了 放心 所以给老同志打个样 告诉你们该玩玩的 没你们什么事 别担心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 他把张高丽的事情搁在一边 不提 这就算是一个 我手边放置的一个政治工具 我随时想用 我再拿起来 我现在不需要那么着急 把你张高丽干死 以及你背后到底有什么势力 影响到我吗 没有那么紧迫 我没有那么紧急需要拿出来用 所以我这东西我先搁那搁着 我何必现在把你打死 能不能打死你干啥 没什么必要嘛 所以我用的时候再拿出来 所以对老习来说是有好处的 先搁一边扔着 所以这是第二 第三一个 这也是老习给老同志的一种政治待遇 和政治福利 以及政治承诺 告诉他们 你们玩女人在我这不叫事 你只要跟着我一条心 站在我这个阵营 向我效忠 玩玩女人 贪点钱 这都不叫事 这没有问题 这就是他给其他人的一个胆样 所以这也体现习近平这种打击贪腐的两面性 他就是说你的政治任性是我的就行 你那些没关系 那都不叫事啊 那么咱来说这个张高丽 张高丽这种官员 是比较典型的中共官场上通过自己的各种关系 人脉的经营一步一步爬到了最高峰 那么在他拥有了一定的权力和这个势力范围的时候 这些官员包括省部级的包括这个县乡级的都都都都都都算啊 这是大官小官都算 他们有一定的势力范围之后呢 就有一种 人生遗憾要去弥补 要去完成自己的人生遗憾 什么人生遗憾 或者说叫人生向往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跟小姑娘去谈情说爱 或者说呢 他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和各种小姑娘谈情说爱上床 他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那么现在我有这条件了 我干嘛不好享受享受呢 他有这种完成人生遗憾的心愿 而且这些像张高丽这种复国、政国、省部的这些 其实他们的内心是非常恐慌、空虚、寂寞的 他们需要找这种年轻的小姑娘在一块谈情说爱 你看彭帅写的那个微博当中 不光是肉体关系 不光是胜利需要 我相信他们没那么多胜利需要 这我觉得是这样 他没那么多胜利需要 他有的一种就是情感需要 我拉着年轻小姑娘嫩嫩的小手 咱们走在湖边 走在小公园 走在我的干修所 走在我的养老院 疗养院 要把说实话聊聊天 然后就咱俩人 然后没事钻个被窝 这不挺好的吗 他年轻时候没享受过呀 所以他是有内心的空虚 想找人说话 你想他回家 他一看他的黄脸婆 那母人哎呀看着就想吐 他多说一句他都烦 他找个年轻小姑娘 他有这种内心的 完成年轻的时候 这种愿望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当然生理上不用说了 就是雄性动物吧 你想占有更多的雌性资源 这也正常啊 然后呢 他们到了一定的权限之后 权力之后呢 他们是要掠夺和占有 他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性资源 这一般都是标配 就是我能拥有的性资源 那都是我的 在我势力范围内 我能干的 这些事我都要干 这是张高丽的这个心态 那么对彭帅呢 可能就是一种 他其实对彭帅就是骗 就是骗 你想他 彭帅在微博上写 十几年前跟我发生过性关系 然后七年前又发生 然后这三年前又怎么怎么样 其实这是什么呢 就是张高丽这期间 他没闲着 跟这个玩玩 跟那个玩玩 然后可能又想起彭帅来了 哎呀 还是这个味 哎呀 还是那个味好 还是那个口味对 我还得尝尝那个味 跟他打电话吧 你看他都几年几年的不联系 邦当一联系 就是他这期间他没闲着 然后又想晃晃口了 又想尝尝原来那个老味了 就大概就是这么个事 所以他们绝对 他不光是彭帅 他还有别的事 肯定的 所以就是彭帅呢 就觉得这可能 在这看上我了 喜欢我了 是不是要爱我呀 所以彭帅就被骗了吧 那么最惨的就是彭帅啊 我估计就给他个待遇 把他冷冻啊 但是不会不会害他呢 我相信这一点 那么在这个 中共的这些这个官场里边啊 这些性资源呢 他们都是配套的啊 他们都是在自己势力范围内 呃 那么这个 比如说地方政府啊 这级的官员 地方政府这级官员呢 他们的性资源呢 基本来自于我所在地方的文艺团体 电视台 呃报社 医疗部门啊 就是给领导看病的 然后报社的是一帮小女记者啊 年轻小姑娘陪着领导到处去报导 领导出什么事 他去哪了 这个调研 他给写稿 所以呢 他常年陪着领导工作 这些都是领导身边可用的性资源 而且领导呢 会在这里面挑他自己喜欢的 啊 这个记者跟着我吧 记者天天跟着领导到哪去调研呢 视察呀 他写写写报道就干这个的 然后呢 这个文艺团体呢 一般是地方的官员呢 他们都有一种堂会的习惯 他们不会去外边啊 把这些我们省市的 我市立范围内的 什么歌舞团的呀 什么京剧团啊 平剧团 叫过来上我们家来演 然后呢 弄本地电视台呢 还得给我主持的仪式 然后找找我们这些老朋友老同志啊 弄个堂会 在这个堂会上 哎 有时候看上哎 那唱歌的不错呀 哎 哎这个是这跳芭蕾舞这小姑娘不错呀 哎 那个那个跳民主舞那不错呀 直接就跟秘书 下次还欢迎他再来啊 这你看这姑娘跳的就不错 我觉得就他跳的好 领导就这一句话 秘书就明白了 那直接跟他们领导一说 这以后就专职陪领导了啊 就这么个意思啊 所以呢 这是他们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啊 他们的特征呢 就是在体制内 他不会在体制外找啊 这帮高官不会在体制外 他都在体制内 就是那个拿财政犯这帮 他在那个范围里头找啊 而且就即便外头有 他看上漂亮的 也给他弄到体制内里头来啊 也是这么着 他好管啊 好看能看得住 那么在军队系统呢 基本上是三块啊 军队系统的性 这些手掌的性资源呢 是来自于三块 一个呢 是文艺宣传队 你不要以为光是什么总政啊 海政空政 购团啊 什么 不管是这个 就各地方军队啊 现在我不太清楚 现在可能还有 就是各地方兵种 还是有他们自己的文艺宣传队的 在这文艺宣传队里面 有领导啊 在他们的选 还有一个呢 是卫生所 卫生所的卫生诊所的小护士啊 小大夫啊 一般小护士给领导 去输液啊 量个血压啊 量个体温啊 给领导按摩按摩呀 按摩按摩就就按摩到床上去了 就就这么着啊 所以这小一 卫生诊所的小护士啊 这都是领导的 还有一块军队的是什么呢 电话班啊 这个你们就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就电话班的这个接电话的女孩子 一打电话 哪儿 您多少号啊 12号 您给我转那个谁 刘书记 您给我转张政伟 王市长是您啊 我是谁谁谁谁 一听这声音 还市长一听 呦 这小公司 这转 你是多少号啊 我是12号 行 跟你们队长说 工作办得不错 那样就聊了 一眼打亮 我找那12号 您好 张市长 我是12号 有的这个部队首长 他听两次的声音 他觉得甜 脆 他喜欢这音 他就得把这姑娘叫过来 到我们这看看 哦 是你呀 长得也不错 这就差不多了 所以基本上部队就这几块 那么对 这个李瑞环网说了 这个网球 天津网球是有传统的 天津的这个网球 庞公帅呢 其实就是天津网球的历史遗留下来的 当时呢 是因为李瑞环喜欢打网球 那么李瑞环喜欢打网球呢 他其实也是跟这个中央那个层 像万里呀 那帮老头子 他们是喜欢打网球的 天津有一个天津网球馆 80年代就建的 很好的一个网球馆 在南开大学对面啊 富康路边上 那我上中学的时候 天天骑车车从这儿过 每天早晨 每天早晨啊 早上市委市政府那车牌那小车 叉叉叉就进这个网球馆 干嘛去 领导早晨来晨练 打网球来了 所以当时呢 他们喜欢打网球呢 就在全国各地 搜罗一些打网球好的孩子 成立天津队 天津网球队的成绩也不错 彭帅就是其中之一 彭帅是13岁就到了天津队了 因为天津队在各地选苗子 所以打得好就弄天津篮 一个是成绩 再一个是陪领导打球 所以呢 像李瑞环呢 他也是通过这种 自己喜欢 还有天津原来的方放啊 白华岭啊 那些都喜欢打网球 然后呢 还有的喜欢游泳 那后边是个游泳馆 也是给领导游泳用的 然后呢 有的时候在天津的是搞比赛 把北京的首长请过来 有的时候把队员带过去 然后这个这个在这 因为我们天津这批队员打得好 领导打网球是这种事啊 领导他是喜欢跟那个 这个这个球架子 打牌叫牌架子 打球叫球架子 就跟你打得好呢 他觉得跟你打得舒服 练得好 他觉得好 所以呢 这帮孩子专门有这么一个工作啊 包括后来的武长顺 是喜欢踢足球 天津公安局一批踢足球的这个警察 都是人家来武长顺弄的弄过去的 所以呢 在李瑞环那个时代啊 是这样 当然李瑞环呢 还喜欢干一个事呢 就是听京剧啊 听戏啊 李瑞环呢 是有点小绯闻啊 天津坊间传的是一个知名的一个 这个唱戏的一个演员啊 那个演员也上过春晚 确实长挺漂亮的啊 嗓子也好 身条也好 嗯 瑞环大爷 其实人家眼光是不错的啊 所以呢 那个是一直都有那个绯闻 然后呢 李瑞环呢 退休之后呢 在天津搞这个京剧音配像 因为很多京剧呢 濒临这个失传的那些剧种啊 没有唱片也没有记录 就是老演员能演 但是怎么把这资料留下来 专门要做一个音配像 做成音像资料流传后代 所以当时李瑞环抓了这么一个抢救工程 确实还做得不错 就是因为他喜欢听戏啊 就是李瑞环 后来呢 天津又建了一个这个叫天津剧园吧 还是叫戏园啊 专门给李瑞环看戏用的 因为对面就是营兵馆啊 包括那个盖修所呀 什么那些老同志的这些这些地方都不远 市长楼都不远 所以在这弄了一个看戏的啊 瑞环同志喜欢看戏就到那去啊 所以天津这些事是有传统的 像彭帅张高丽也是在天津当市委书记期间啊 去看上彭帅了跟我一块 那也是彭帅拍他打球 这么打出来的啊 所以他们就是打平 打球 听戏 游泳 还有打平方球啊 还有钓鱼啊 钓鱼也是这个天津一些领导比较喜悠干的事啊 反正就就这些事吧 当然也不意外 这都属于他们的标配啊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儿啊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